现在大家所说的长城 万里长城 实际上是明长城 东起辽宁虎山 西至嘉峪关 八千八百多公里 这里边长城 东西有两条主线 大家又习惯地叫一个 内长城和外长城 内长城和外长城 东部的起点就在建扣 内外长城是咱们的京师北门 两道防线 咱们在修的建扣长城 都是严重的缺水地区 由山底到长城这段 登山这段路也得一两千米 现在有高科技了 高山压力泵 经过一级两级三级 把它沿着长城 布这个水管子 你要没有这个先进的水泵设备 那你要靠螺子坨 那满足不了时空要求 另外呢 这个刚才说就是被料呢 只能有螺子坨 但是螺子你不能让它踩大长城啊 所有到长城段上的工作面 就得靠人背肩扛 背这个成砖 一块砖 二十六斤 要背三块 方砖三十斤 两块 最难修的这个就是这个 刚才说的鹰飞道仰 这个鹰飞道指以后 折回了再来一次 并且呢 这个鹰飞道仰 由东北向西南照相 照出了一个 W形的一个山体形状 这个W中间的小嘴 就是那鹰嘴 这个陡峭程度和这个形象 大家都认知的就是鹰飞道仰 它抖到什么程度啊 那就基本是八十度 当地有一阁窑 鹰飞道仰 湖南潘 鹰飞道仰这个南坡 经常出现救援事故 踏的踢面 踏了一个四十米长的 一面墙 满都坍塌了 用工人去掉直辈 完了里边翻找这些大石条 一个折线 一步一折线的 往上倒七侧 那是几百块大石条啊 你有多少 必须把这个原位的给安上 既然费那么大劲 还为什么非要把它安到那儿啊 那就是说咱们文物保护就 是个原则 原材料 原工艺 原做法 原形制 它有个文物价值 要把它原味地给它恢复上去 咱们通过修善以后 那是五年了 真是一点事都没出 这段最美的 最显的长城 紧连着的南边 很近 有一个地方叫天梯 直上直下 下边最宽的三米 最窄的地是六十厘米 天梯上边 有了一个楼子 叫146楼 因为身体的变形 造成半个地楼坍塌 也是大石条 坍到下边 百丈深渊 最后 也是用刚才 英飞大养的办法 把这石条 又给拽上去 恢复了这楼子的外面的轮廓